报赵丽颖散巴结产下宝宝!回顾银宝当时的霸气官宣。 据知情人爆料称目前赵丽颖正在上海的人际医院待产,预产期未3月8日,看来宝宝准备出生了呢? 还记得在2018年10月16日,微博客户端就因为赵丽颖和冯绍峰而崩溃了。在银宝31岁生日的今天,二位同款微博配文官宣。 10点07分这个时间点也很浪漫啊,因为10月7日是冯绍峰的生日。 婴婴婴莫名一堆狗粮怎么肥事?俩人现场领证的照片也放出来了,是不是很甜蜜? 说起这俩人的恋情,也是真的有些疲,明明被传了好多次的领证怀孕,都被一一否认了,原来是想攒一个甜蜜大招啊。 。 赵丽颖有次都亲自出来发微博,不知道说什么了,我们给大家批个插吧。 。 看到右上的已编辑字样吗?嘿嘿,人家第一次说的是我给大家批个插吧。 我和我们的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大家懂得。 。 这可不是皇上乱说的噩噩,因为早在7月份,赵丽颖就被拍到跟着冯绍峰回家。 。 当时媒体描述的文字是,冯绍峰先下车,过了一会儿后赵丽颖缓慢下车,冯绍峰格外小心体天。 。 。 第二天上午赵丽颖在出现的时候,穿着昨晚的衣服,还找了件衣服细在腰间。 。 而且就在一周前,10月9日当天,赵丽颖微博宣布结束与经纪人黄斌的合作。 。 当时经纪人黄斌就一语双关地祝福了A-N-D-R,人生新阶段,这是最幸福的一次A-N-H-L-E-P-A-N-H-L-E-P。 之前也早就有业内人士爆料说,赵丽颖现在的状态是不接电影,不接电视剧,甚至连最近赵上门的广告代言都推了,给出的理由是要处理私人事务。 4月1日,赵丽颖、冯绍峰主演的电视剧知否全剧杀青之后,她其实就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停工休养。 这几个月的动态,除了按照合约规定为之前代言的品牌站台派广告旅行代言人职责之外,没有新展开新的工作。 不容易啊?女儿国国王最终心愿地长嫁给了三藏。 也有朋友惊讶他俩怎么会在一起的?皇上推算了一下大概就是合作电影《西游记之女儿国》的时候呢? 杀青的时候,庆功宴也是很欢乐了。 就在第二天的白色情人节,发了一条微博,说是缺个男人,哦不,师傅and help and help。 然后,师傅就屁颠屁颠地出现了。 今年又合作了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男女主护生情愫什么的就很正常了。 难怪网友说的也是有趣,明星那么厉害,找对象也得靠工作靠同事。 感谢观看